各位参与2018台湾知识教育愿景论坛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相信在座有不少朋友知道 我们12年国教新课纲里面最强调的就是素养的培养 所谓的素养大概可以分成自主行动、沟通、互动和社会参与三个面向 而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的就是互动构面里面的 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 媒体素养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人养成一个态度 看到一个讯息的时候不会轻易的去照单全收 去马上转传分享 而是应用自身的知识加以检视 并且借由互动沟通的技能寻求更多资讯作为对照 从各方面的讯息当中去确认哪些是基础的事实 而哪些是个人的感受 媒体素养说起来简单 但是也很不简单 特别是在自媒体这个时代 更是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的素养 不止在台湾 全世界只要能够连线上网络的社会 都面对着大量片面的讯息 对社会参与民主治理经济生产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巨大冲击 这也让信任从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默契 现在变成最为稀缺的资源 因此很希望在座的各位前辈能够集思广益 一起来协助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这样子的推广和扎根 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